新美市近年来积极的推动万里蟹品牌 所谓的万里蟹指的就是万里区所出产的三大蟹 包括花蟹、三点蟹还有食循 而现在如果你想要吃蟹的话 花蟹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位在归后渔港内的餐厅业者就表示 因为地利之变,渔获一上岸就直接送到餐厅 所以保证绝对是新鲜的 只要简单清真就能够吃到花蟹的鲜甜海味哦 近年来因为新北市积极推广万里蟹品牌 许多人想要吃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万里 而所谓的万里蟹指的是万里出产的三大蟹 包括了花蟹、三点蟹以及食循 虽然老头们都知道吃蟹最好的季节在秋天 但其实现在到万里的归后渔港 已经能够吃到美味的花蟹 渔港内的餐厅业者就指出因为地利之变 所以他们的花蟹都是渔船捕获后 每天新鲜直送 凌晨船只回来的时候 他会在大概九点多的时候 他会请水车载到店里来 然后以养殖的方式放在我们的浴室里面 保持它的新鲜度 对,所以才不会说 导致说回来的螃蟹不新鲜 或者说甜度啊什么都会变化这样子 新鲜的螃蟹该怎么吃 懂得吃蟹的老涛一定都知道 清真是最能够品尝到鲜甜海味的料理方式 但顾及不同客人的喜好 餐厅业者也会提供不同口味的螃蟹料理 像是这道螃蟹麻油面线 独特的台式风味 同样广受客人的喜爱 我建议以清真为主啦 那如果有的喜欢吃重口味的 我们可以做盐酥的部分 或者说冬天到了 我们做个麻油的部分 也是都OK的 餐厅业者表示 虽然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产蟹季节 但像是花蟹一年四季都有 所以想要吃蟹来到万里 随时可以品尝到鲜蟹的美味 如此满满一桌海鲜料理 物美价廉 绝对能够满足爱吃海味的老涛 挑剔的味蕾 记者杨伴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